缅甸安全部队今天在反对派领孝昂山素季到访之前采取清场行动 驱散了连日来占领了西北部蒙玉瓦附近一个由中缅合音同框的示威者 据报造成了至少有50人受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表示 有关的项目是中缅双方互利项目 涉及的征地拆迁等项目都由双方商定 符合缅甸的法律法规 清场行动在凌晨约30进行 安全部队用水炮和催泪瓦斯射向示威者在矿场内搭建的帐篷 帐篷内起火并传出枪声 有示威者表示警方要他们在五分钟之内离开 之后向他们发射水炮和国际法严令禁止使用的磷弹 但面电总统吴登胜的发言人强调 警方清场期间没有使用化学武器 在天亮后大批全副武装的警察封锁现场 由示威者搭起的帐篷仍然冒出白烟 举报有数十名僧侣和村民受伤 当地一间医院接收了20多名伤者 不少人面部和脚部烧伤 由中国和缅甸合作建设的莱比塘铜矿项目 位于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180公里外 设计产能为每年10万吨阴极铜 当地居民指 矿场对当地带来环境、社会和健康问题 矿场自18号被示威者占领之后 一直停止运作 政府要求示威者在27号午夜前撤离 不过示威者扬言 要当局停止开采计划才会离开 而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 已抵达蒙玉瓦斡旋这起时间 获得民众夹道欢迎 他早前表示 愿意聆听示威民众的意见 对于缅甸针对中缅合作建设的 莱比塘铜矿项目爆发的抗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红磊29号表示 有关项目符合缅甸的法律法规 缅甸蒙玉瓦 瓦来塘铜矿 是中缅双方 互利共赢的合作项目 该项目涉及的 真谛拆迁 利益分配 环境保护等方面 均是中缅双方 共同商定 符合缅甸的法律法规 我们希望缅甸的社会各界 能为项目的开展 创造有利的环境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首先带您关注的是 缅甸安全部队29号 在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 到访前的数小时 采取清场行动 聚在连日来占领的 西北部蒙玉瓦附近 一个铜矿的示威者 安全部队凌晨用水炮 射向示威者在矿场内 搭建的帐篷 帐篷内起火并传出枪声 有示威者表示 警方要他们在五分钟内离开 之后向他们发射水炮和信号弹 据报有数十名僧侣和村民受伤 要在医院接受治疗 不少人面部烧伤 这座铜矿由中国和缅甸合资 当地居民指矿场 对当地带来环境 社会和健康的问题 矿场自18号 被示威者占领后 一直停止运作 政府要求示威者 在27号午夜前撤离 不过示威者声言要当局停止开采计划 才会离开 昂山速记原计划在星期四中午到访矿场 中国在缅甸三大项目 包括中缅油气管道 密松水电站和莱比塘铜矿 如今密松大坝已经叫停 而奥巴马刚刚访问缅甸 中资铜矿的项目也正平遭抗议 缅甸民主转型正在商及中国利益 而中国在缅甸的传统利益 面临什么样的境遇 来看凤凰观察 缅甸西北部城镇 孟玉娃附近居民 以环境破坏和居民健康伤害等理由 抗议中资北方公司 万宝矿产新建的莱比塘铜矿 连续示威活动 已经迫使铜矿停止作业 在抗议的背后 有缅甸现今反对派的影子 这些反对派 强烈不满中国政府和前军政府交往 也反对两者签订的项目 针对缅甸反对中资活动的声音 中国驻缅甸大使馆认为 缅甸的反对理由并不成立 我们中国企业经历很正规 所有的环保 就是空气的污染 就是水的污染 我们基本上就是 这方面非常非常重视 空气污染基本上没有 水污染 这个因为我们是电解筒 每天都用硫酸泡那个 就是铜矿石 泡了这个水是宝贝 这个水就是铜 就是金钱 我们这个水是舍不得流掉的 我们除了地下水 是一点污染都没有的 而缅甸正在经历的民主转型 令反对的声音 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保护 中国在缅甸传统利益 被附带杀伤 以前有些反政府的组织 像八八学生组织 这些人 他对中国没有好感 主要这些人在闹 虽然表面上是个经济问题 但实际上我认为是 已经涉及到政治问题 但以前如果出一些问题 政府会管 但现在政府由于民主了 他有一事 他也是相管 但他又不敢管 一个媒体高度关注的举动 是在缅甸民众中 十分有影响力 但和中国方面 接触并不多的 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 计划周四到同况 了解情况 被认为在未来缅甸政坛中 将发挥重要作用的昂山 此前在缅甸地震期间 没有深入灾区慰问民众 而是选择去印度访问 在若开邦的宗教冲突中 也没有发表自己的见解 已经引起缅甸部分民众不满 如今昂山素季 试图在中缅问题上 增加自己的发言权 并挽回在地震和宗教冲突中 自己并不完美的表现 昂山素季已经数次表明 中国是他不得不打交道的国家 在敏感的同况正义中介入 可以看成 他在试图和中国官方接触中 抬高对话筹码 在缅甸核心事务上 增加发言权的一次精心选择 凤凰卫视 江晓峰报道 网友集团 Riot police gather at a mine in Myanmar ready to break up a three-month-old protest Buddhist monks are among demonstrators rallying here against the expansion of the copper mine run by Myanmar's military and a Chinese company but authorities warn the protesters to clear the site in the early hours of Thursday morning riot police move in witnesses said water cannon and tear gas were used to disperse the protesters footage and images from the democratic voice of Burma show a fire in the protest camp amongst being treated for injuries witnesses said at least 10 monks were wounded in the clashes two of them critically pro-democracy leader Aung San Suu Kyi went ahead with a visit to the area later on Thursday where she planned to speak to the protesters the mine has become a test of Myanmar's commitment to reform as demonstrators probe new freedoms such as relaxation of protest laws